我們繼續帶您關心 這大S和汪曉飛的婚禮結束 不過風波還是不斷 怎麼一回事 我們先帶您看看 這個包包你有沒有覺得呢 它其實叫做嬌嬌包 不過你有沒有覺得 長得像這個貴婦專用的 愛馬仕薄金包 真的很像 我們也知道這個愛馬仕薄金包 真的一個動輒 數十萬到上百萬都有耶 結果呢 這一回為什麼說風波不斷呢 原來這個大S的婚禮 是把這個嬌嬌包 當作他們的伴手禮了 也因為外觀真的非常像 愛馬仕公司的薄金包 所以遭到愛馬仕 他們來跨海提告咯 其實除了他們的違反 這個商標法 還有智慧財產權 而法界事也預估 這樣如果清權案成立的話 也可能創下天價的賠償金 也就是七億四千萬元